请注意哦 他预设先做没有交互作用的 等一下做有交互作用的纸要再改一个地方就可以 先做没有交互作用 有交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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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了吗 请注意哦 你们的表要长得像我这样 就是Anova的这个表 如果你有交互作用那个就不对了 那个关键是你要在这个model这里 你要把它一开始预设 它会自动放两个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因子 它会自动放交互作用进去 如果你不要有交互作用 你就要打开这里吧 交互作用的项目 先把它给 把它给就是说 从右边把它给拉出去这样 然后做出来之后 你把它跟那个线性回归 最上面的这个现金回归的这个Anova table 比较看看是不是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重比较 就是事后检定 它这边有一个posterhawk test 那我建议你们把 因为如果像电子书它就只有勾 Tukie 那我建议把no-correction 也一起勾起来 那如果要谨慎点也可以勾起这个Cohensd看看 好 这个Cohensd我是建议 你们只要是看到有这种两两比较的就要算 这是应该养成习惯 就看到有这个算效果亮的 不管它预设有没有勾都一定要勾起来 让报表中呈现 这是应该现在要养成习 要养成习惯 因为这个是现在所有的那个就是讲究比较要有学术严谨性的报告 但我会说有学术严谨性不一定只有学术报告 连一些要有公信力的报告也是 都是要报告那个效果 OK你们可以这个如果有做有看有的 你们有有看到你的task之后 你可以跟前面线性模型的那个回归系数 模型系数的那里面的多重比较 在这边比较看看 它是比较像哪一个 应该是跟那个没有校正 no correction是一致的 所以这也就是跟上次单因子变运数分系一样 就是说你透过回归 回归模型去做那个模型系数的这个统计检定 它预设都是t检定 那其实都是跟那个用专属的这个统计方法模组 我所谓专属就是说像这种anova t-test等等 好那下一次最后就是会讲到frequencies 它们都会有这种多重比较的部分 其实都是跟这个回归是一样的 好那用回归的好处 其实两个各有显示 那个一些只有在这个状况下才显示的出来 例如像这个多重比较 只有在anova模组 我才能够做这些这个QQ啊 学费等等方法的校正 不过这些校正方法是比较属于 比较是高等统计的范围 而且而且他你要用哪一种校正法 其实是虽然说他这也是叫做事后检定 他的那个校正方法最好还是事前 你先决定要用哪一种校正方法 那是怎么叫做正方法 就是说跟你这些比较的组合是什么形式 就是我这边没有讲到什么那个什么 family啊pairwise 是跟这个组合的形态是有关系 那个牵涉到的是行医错误率的组成 OK然后这里那个assumption track 他这边就是没有那个资料独立性 资料独立且随机性的检定 这个反而是回归就是回归模组 他有提供那个autical relation的检定 我们可以去确定 现在这份资料的资料 每个资料之间是不是彼此独立 OK 这个anova你们可以先做出来 然后在每一个表格附注下面 跟说明一下跟那个前面的 那个回归模型看到的资讯 有没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这边我是有多画了一个图 有用它多画了一个图 然后我要借这个图 来带大家再来 我们要接着去认识 那个有纳入交互作用时候的二因子 独立样本变运数分歧 好那你们可以注意到这张图它用两种颜色来区分 那你们觉得先不用我们先不用管它这两条线 因为一条是代表有接受治疗 一条是代表没接受治疗 你们有觉得如果说就以那个线的关系来看 老师说它这个不应该画线 等一下我会再补充 就是从这个线的关系来看的话 你们有没有 你们认为他们这个 有治疗跟没治疗的表现 算是平行的 还是有不一样的 我所谓的平行就是说 这两组的差异 只在于有没有接受 就是只有就是说 药效都是相同的 但是像这个有接受CBT的 比在吃每一种药的个案来看 是不是增加效果的幅度都一样 你们有觉得是不是都一样 好那这个状况 其实可以说 我可以说他这个资料 这两个变相之间 就是就是吃什么药 跟接跟有没有接受治疗 这两个毒变相之间 是没有交互作用 在很多这种有两个因子以上 我们都会去问 我们是不是会关心 其中两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那在那个下结论 在那个刚收集好资料 那准备要做进一步分析前 除了说我们可以先 先那个先假设说 如果有交互作用要怎么结论 没有的话要怎么结论之外 我们可以先在那个 有准备要做进一步处理前的资料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这样的一个 描述统计图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统计课 都是先讲那个描述统计 但不过我的分量 特别重的原因在这 因为有先画图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必要去分析交互作用 那怎么说这个对于说 那个分析者很重要呢 因为没有交互作用的话 你的报告就会少写一些 对不对 因为你们如果去看电子书 电子书不是每一张后面 就是到某一个地方 他都会说 我看一下这边这一张有没有 在这里 在这边 交互作用 多音质一番 我看他这边有一个报告 像这样子 像这个是这一段 它就是像一个 一般你们看这种 比较学术报告中 报告统计结果的格式 那如果说 没有交互作用的话 我们就不用 在这个报告里写 那么多的数字 特别是如果说 你们还没有一些 比较进阶技巧的话 你们光是要key那些数字 就是一个要非常小心的 谨慎的工作 所以有一个效果 扫报告 那么其实是比较好的 就实物的实际 很现实的数字来看 那如果说从比较是 统计学 比较是学理上的理由 也是有一个理由的 那我们就现在就 就从认识这个 有纳入交互的这个版本 来认识 也就是这个 作业的第二大题